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林鄭一群人都說只是拒絕封關 只不過有其他專家有另外的意見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 就在她的Facebook發表了一則貼文 她作出了一個緊急的呼籲 她說是支持全線封內地關 非常時期就要用非常手段 封關是上策 更加是單一和最有效的措施 等到疫情穩定下來的時候 等到香港的官員睡醒了 等到有足夠的口罩和火酒磋手液給市民使用 等到全線落實其他所有措施才慢慢放寬 這樣才是從嚴病毒不等人 她說湖北省已經進入了戰時狀態 而且她還是斥責陳建波議員 問她到底是睡醒了嗎 我覺得特區政府就應該聽聽聽這些忠言 往往當然忠言就是異議 不適合聽 但你不要只問你那個梁卓偉教授 不要只打電話給陳肇始教授 聽聽聽何柏良醫生的意見 或者聽聽管逸教授的意見 她也說明這次武漢肺炎是會比SARS 甚至乎是嚴重十倍的 為什麼不聽這些意見呢 對不對 這麼多專家只聽一些你喜歡聽的意見 有用嗎 到底陳建波議員又說什麼廢話呢 她就說對於封關拒絕大陸人入境 或者暫停高鐵服務 她就說這個做法會中斷兩地的交流 她形容大家都是一家人 不可以隨便喊停 這些都是屬於極端的措施 將來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死亡率很高的時候 才應該考慮實行 而不是在現階段就考慮封關 首先是不是一家人也很多人 就是誠疑問 就是說中港一家人 這些論述在香港來說已經是過時了 還有 還說疫情很嚴重 死亡率很高才考慮實行 到時就已經不是防疫了 波哥 還說自己收成期 麻煩你收成期 你就先顧自己的身家、生命、財產 當然這些人有錢 拍拖子就可以買一張機票走了 就賣掉我們這幫市民就在那裡受苦 你到時才封關 你就只不過是困住香港市民在那裡困獸鬥 到時才封關 就已經不是防疫 是變成控疫 是控制著香港當有爆發疫情的時候 不要再流出去全世界 到時已經不是防疫了 為什麼現在市民要求封關 就是因為要防止那些武廢入境 是不是 為什麼有這麼難理解 你拆共產黨鞋也不是拆得這麼嚴重 現在說的是性命有關的事情 你也有份 你在香港有沒有資產 陳健波 說這些風涼說話 一旦有什麼問題 你一樣是受損的 告訴你 一家人不可以隨便喊停 一家人是怎樣的 你看一下武漢 周邊的城市 尤其是河南省 都不知多少微博的報料 已經是當地的鄉村 找很多物資來賭路 包括挖泥機 挖到整條馬路都是來 堆起它 等到汽車車輛不能夠駛過 或者是怎樣呢 把樹幹的木條放在那裡 塞住條路 封路、倒路 人家的農村都懂得這樣去做 人家是不是一家人 夠血濃於水沒有 陳健波 說這些廢話 你說這些是很廉價的 是不是 但是人命才是寶貴 拜託你不要再發這些謀論 是這個非常時期 湖北省已經說到是戰時狀態 對了 你還在這裏懵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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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懵 廣州已經有一個病例是怎樣 告訴你 新經報報道 廣州市黃埔區城管局副局長尹某人 確診了武漢肺炎 他在出現症狀期間 還曾經視察過黃埔區的花視 問你死了沒有 到這一刻你還不去選擇封關 初三、初四正正開始 又準備大批人入境 到時怎麼辦 那麼你開多少個隔離營都沒有用 衛生署長陳漢儀醫生 一邊就想起所有控疫的措施 就說自己做得很充足 已經找了李如門麥利浩的道家營 就用來開闢作為隔離營 有什麼用?市民不是要這些 市民要的不要在社區裡面爆發 林鄭還無恥到叫人們開心見誠跟你說 每個人都已經開心見誠跟你說 只不過是充耳不聞 你就掩耳盜鈴 你現在不去封關 那些武肺人就到處走 現在屯門醫院又說要再次道歉 為什麼呢? 因為早前有急症室的醫生索忽 創張懷炎感染武肺的女人 現在已經確診了 放置在一個正氣壓的病房兩小時 令到有11名四男七女的病人 等候照X光的病人 現在就成為了密切接觸者 目前醫院就要求這群人去到隔離營接受檢驗 你就死了沒有? 而且這六個人 有五個人本身留意的11個人當中 有六個人就已經出院到處走 請問你到底能否控制到? 你什麼時候封關? 封關就可以阻止更多這些武肺人入境 你不封關呢? 整群武肺人就到處走 你想怎樣呢? 你整天靠你的所謂防疫措施 你能防到嗎? 在邊境口岸叫人申報 申你老母嗎? 那些是 對嗎?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你看看武漢的情況 多麼嚴峻 目前已經有一個新的公佈了 就說由26號凌晨12點開始 中心城的城區實行機動車禁行管理 即是那些私家車都不能在市內行駛了 你死了沒有? 真是死城了 好了 現在就說有解放軍老解派出了三支醫療隊 總共450人乘坐軍機 抵達了武漢機場 將會進駐武漢市醫院展開救治的工作 除此之外 國家衛健委也派出了重症醫學專家 加強對患者救治的臨床指導工作 一共組建了6支1230人的醫療團隊 前往武漢 加起來只有1,000多人 你說夠不夠嗎? 整個武漢是有1,000萬人口 還未算其他窮鄉僻壤 整個湖北省有5,000多萬人口 目前武漢市已經落實了 興建第二家臨時醫院 第一家在武漢火神山 第二家會新增1,300個場位 預料總共增加最多2,300張病床 當然是遠遠不夠 一些武漢市內的人自白 目前武漢最大問題就是 確診試劑盒數量不夠 確診是非常艱難 床位短缺 高度疑似的病患仍然在市區內自由流動 醫療系統超出負荷 而且是病人確診了以後才有免費的診治 其他人是沒有的 問題就是根本上試劑盒都不夠 沒有辦法確診 那醫療費是誰負擔呢? 現在目前大家看到了 武漢市的情況是這麼慘烈的 你可不可以多做一步? 經常說走在疫症前面 到底林鄭怎麼走在疫症前面呢? 還是被這個疫情牽著鼻子走? 不要吹謊 封關 聽聽市民的意見 聽聽不同專家的意見 難道何柏良醫生是政治家嗎? 他也沒有選立法會議員 他一樣是科學先行的 他一樣是提出一些數據 你不能偏聽 你只聽梁卓偉教授說 為什麼你不聽何柏良醫生說 他的意見不是意見嗎? 他的意見是不科學嗎? 你出來解釋給市民聽 你解釋得清清楚了 不要把責任推到所謂專家的意見上 你林鄭到底怎麼想 封關還是不封關 不要推卸給別人 你出來說 剛剛陳肇始那些出來說 張建宗出來說 不要開了那些無謂記者會 一會兒又說 整個什麼跨額部門 領導小組什麼什麼什麼 有用嗎? 別人的官員一樣都是染病的 如果要確診的時候 你搞了什麼跨額部門小組 全部都是廢話的市民 不是想聽這些廢話 封關有一句 不封有兩句 有些人可能過完年之後 見世色不對 買定機票走的 正如何柏梁醫生說 病毒就不等人 你看看廣州的什麼城管副局長 明知有症狀 他也是可以到處走的視察花視 正等於你這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不是一樣是對著記者在咀嚼 用手掩嘴就算了嗎? 甚至乎還用了A4指掩嘴就算了嗎? 你這個衛生處處長陳漢兒醫生更加離譜 早幾天還在叫市民不需要戴口罩 現在梁卓偉教授也說要戴口罩 誰在搞政治啊? 誰才是科學啊? 你自己也自相矛盾的意見 叫市民信你?信你一成雙目失明 告訴你 幾天之前又說不用健康申報 現在又說健康申報 連羅湖口罕馬州口罕都可以做 一時一樣 封關又說不可行 根本上可行 只不過是看你做不做 你不做就不要說這些是非正確不可行 現在何柏梁醫生作為一個權威的專家都出來說的時候 就已經刮了你這班傢伙一巴掌了 聽聽別人的意見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